我們有注意到習近平主席在昨天的講話 我也注意到他是用一個比較和緩的方式來表達 但是我要提醒 臺灣周邊的解放軍的軍事活動 並無助於兩岸的關係 也無助於區域的和平穩定 上週二我提出了強化全民國防以及兵力結構的調整方案 正是希望藉由全民國防體系的檢討與調整 以及強化義務一訓練的質疑量 提升我們自我防衛的能力 守護家園不僅是國軍的人物 也是每一位國民應該要共同承擔的責任 過去這幾天 社會各界對於兵役調整的方案 有很多的討論和建議 我們會納入參考 使整個方案能夠更精進 我也要請大家繼續支持國軍 支持國防 為守護我們的家園和自由民主 我們共同努力 在這裡 我也要呼籲北京當局 臺海的和平穩定 是區域內各方的共同責任 也是所有人的共同期待 從疫情到全球政經變局 兩岸正經歷許多同樣的挑戰 而戰爭從來都不是解決問題的選項 只有對話 合作 共同以促進區域的穩定發展為目標 才能夠讓更多人得到安全和幸福 我們看到近來中國升溫的疫情狀況 只要有需要 基於人道關懷的立場 我們願意提供必要的協助 幫助更多人走出疫情 有個健康和平安的新年 近來中國疫情持續升溫 許多國家都升高得相應的措施 防止疫情擴散 依照最新的情況和專家的指引 從今天開始到1月31日為止 我們也會啟動相關的防疫措施 來確保國人的健康 賴副總統過去在12月24號的時候 在高雄有特別提到和平保台 那外界也會關心 是不是現在的兩岸論述 已經從抗中保台調整到和平保台 請教總統和賴副 謝謝 沒有回答嗎 沒有 是總統的記者會用總統的回答 好 那我就一併回答了 好 那其實不論是什麼樣的講法 我覺得我們的目標都是一致的 也就是持續的維持兩岸的和平穩定 這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那麼同時在保衛台灣上面 那我們也必須在強化我們的國防的各項準備 讓我們能夠有一個比較充足的保護台灣的力量